作为华语乐坛罕见的吵架淫宗 相信大家对于《天赐的声音》系列节目 一定都不会陌生 不得不说 虽然该节目的风评不是很好 甚至连评分也创下了歌坛最低纪录 但是就热度和话题炒作能力来看 《天赐的声音》绝对是一档合格的大型综艺 从最早丁泰生、怼库萨鼎鼎 到后来批判王熙、高静 以及第二季的各路人马 《天赐的声音》 凭借声音凭借团出圈 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节老鼠 可是殊不知 就在大家斥责节目不尊重嘉宾的同时 节目其实也悄悄吸收了大量的热度 成为娱乐圈历史上极少数 烤黑红成名的殷宗 而就在最近 由于《天赐的声音3》招商海报的曝光 一时间再度引发网友热议 首先 根据公开的招商信息来看 第三季节目 将会有几位观众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加盟 他们分别是 胡海权 胡彦斌 以及张绍涵 毫无疑问 对于《天赐的声音》忠实观众而言 这三位都是实力出众 且情商颇高的嘉宾 总是能够将现场气氛稳住 并创作出优质作品 除此之外 在《海报》里还有两位新加盟的歌手 分别是周深和邓紫棋 这让很多粉丝感到兴奋 众所周知 邓紫棋很早之前就算得上是同辈无敌的女vocal了 基本上90后这一批人 没人能够和邓紫棋正面抗衡 不论是人气还是实力 都稳居top1的宝座 再加上邓紫棋这几年 频繁出现在阴宗里 曝光度更是达到了新高 综合种种情况来看 邓紫棋出席《天赐的声音3》 将会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话题 非常值得期待 此外 《新生带佼佼者》周深的加盟 也成为了核心看点 如果你看过《深入人心》 亦或者是《歌手当打之年》 和《我们的歌》 相信对于周深这位堪称妖孽的歌手 一定不会陌生 从某种角度来说 华语乐坛很难再找到一位 和周深相似的人了 他是那种仅凭嗓音 就足以吊打绝大多数歌手的存在 天生就该吃这碗饭 而在这种前提条件下 周深还有多年以来 持之以恒 以及磨练到炉火纯青的唱功 所以他能火遍全网 根本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如果《天赐的声音3》 找来周深出席 绝对会让节目的话题 再上一个档次 虽说节目尚未开始 但是已经不难想象 周深 邓紫棋这些新生代王者 碰到胡彦斌等前辈之后 产生的化学反应了 当然 除了上述的内容之外 本次的招商海报里 还透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一 此次将会有大量优质歌手加盟 初次敲定的就有 毛不易 王菲菲 阿云嘎 陶哲 宋雨琪 方大同 孟美琪 郭鼎 刘宇宁 薛凯琪 安令 徐佳寅 杨谦化 张亮尹 马思维 王林凯 刘宪华 欧阳娜娜等 二 独舍评审丁太深 将退出节目评审团 不过有必要说一句 由于目前外界情况尚不稳定 所以部分港台艺人 是否能顺利出席 还有待商榷 只能说 希望节目组可以尽全力邀请来 这将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视听盛宴 至于丁太深的退出则是意料之中 毕竟他连微博账号都已经遭到了封禁 本人想要再上节目 恐怕是痴人说梦 这么看来的话 天赐的声音3算是给了嘉宾一个干净 安静的舞台 相信质量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最后期待天赐的声音3正式播出 也希望在如今选秀大整顿的情况下 能够有一档英宗 站出来扛起大旗 不知道你怎么看 《国家宝藏》开播 周深现唱新歌和李世民对话 五美效果 绝绝子 周深向大家演唱了一首新歌 《威风银》 这首歌的歌词 诠释了当时18岁的李世民 与六匹骏马 征战沙场的历史往事 周深演唱的这首歌 其大气的曲风 让人梦回大堂 而周深也一改往日 飘渺空灵的唱法 用干净且坚定的声音 歌唱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 周深本人也和大家分享 自己演唱这首歌的心情 周深表示 自己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盼望着盼望着 终于来到了国家宝藏 表示自己很荣幸 有机会能够继续表达 招林六郡这件国宝的故事 有机会和李世民对话 用歌声去经历 他意气风发的18岁 一起跟着招林六郡 驰骋沙场 周深本人演唱的 《威风银》很有气势 同时把少年意气 展现给大家 听周深的歌 听出了气势磅礴 看舞台特效 看出了波澜壮阔 冰凉青石 灰映时光 诉说着千年前的滚烫 国宝招林六郡的背后 是贺求而来的太原公子 李世民跟陪伴自己 征战沙场的六匹战马 一起冲锋陷阵的青春时光 这次周深的演唱很有韵味 同时也十分大气 而背后的特效 也是相当气势磅礴 再加上XR技术的运用 彻底地改变了 整个舞台的效果 据说 《威风银》的舞美特效 让幕后团队伤透了脑筋 而能够配上周深深音的 舞台特效 一定也是决绝的 在这里实名表白周深 他的绝美嗓音 配上大唐盛世的舞台特效 真的让人有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 尤其是歌词写得也相当好 最后那句 愿意荣马百年生 护长安千古 听得让人 瞬间起鸡皮疙瘩 不少网友 让周深赶紧出专辑 毕竟这么多支持者 周深的专辑 一定会大卖 周深当时因为参加 中国好声音成名 随后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唱功 以及一些比较受欢迎的作品 积累了一批又一批粉丝 如今 再回过头来看周深 尤其是他登上国家宝藏 展演记的舞台 和李世民用歌声对话 不得不说 绝绝子